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总统马英九昨日出席民间友人的联谊参序,现场有不少马英九的民间友人向他嘘含问暖,而谈起日前被北检征讯长达15小时,马英九还特别以特别费安为例,向前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王振坤医师称赞,你们台南地检署的检查官水准比较好。 综合媒体报道,王振坤于16日特别在台中台湾道教宋庙,举办106年度马英九与民间友人联谊,近50位民间友人到场与马英九参序,同时也关心他的近况。 马英九在活动中开心的逐桌向友人们敬酒,而当他和王振坤聊天时还特别谈道,如果证据确措,我早就被抓去枪毙了,你们台南地检署的检查官水准比较好。 上次特别废无罪案件,台南地检署检查官说起诉的证据力不足,台南地检署比较有水准。 王振坤也向马英九表示,证据确凿的案件一般台庭时间都很短,因为证据力非常充足,简单问话就可以迅速走完程序,但对于没有明显证据的案件,检查官就需要东问西问来厘清案情,不过,甄讯卸任元首近15小时,确实有点久。 王振坤与蓝绿交好,除了是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的民间友人,也是民进党执政的行政院政务顾问。 王振坤认为为了社会和谐,台湾的繁荣发展与进步,蓝绿应该和解,共同为社会谋福利,否则蓝绿如此渊渊相报,何时能乐,这种循环应该终止。